美国总统拜登7月11日公布了NASA的新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拍摄的首张图像 这也是迄今为止捕获的最深的宇宙景观 这台望远镜价值100亿美元 它拍摄的第一张深空图像距离地球100万英里 显示了人类在时间和距离上所看到的最远的图像 在这张令人眼花缭乱的图像中 近处充满了大量的恒星和大规模的星系 远处则是微弱且极其遥远的星系 拜登说NASA的这张图像显示了大约131年前的最古老星系的光 因为它们在宇宙大爆炸后不久就出现了 该望远镜拍摄的另外4张星系照片在12日发布 其中包括太阳系外一颗巨大的气态行星的照片 两张恒星诞生和消亡的星云照片 以及一张五重星系群相互舞动的经典图像的更新图 NASA表示将能够通过该望远镜追溯到更远的年代 并将观察各行星是否适合居住 7月11日凌晨 南加州发生了6起7-11商店抢劫案 警方在安大略、河滨、圣安那、布雷亚、拉哈布拉和高地 收到了类似的抢劫报告 在这些事件中有5人遭到枪击 其中2人死亡 目前当局正在努力确定其中有多少事件 与同一位嫌疑人有关 据称至少有4起事件被认为是同一个人所为 而警方仍在调查它与其他事件的关系 继奥米克戎高传播力的亚性变异株BA4、BA5 成为全球多国的主流病毒株之后 如今又有新的亚变种BA2.75被发现了 科学家们对此相当忧心 因为BA2.75疑似具备免疫逃脱的能力 而且现在已蔓延至印度、澳洲、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德国等全球11个国家 尤其印度的传播率还呈现指数级增长 目前还需要几周的时间才能得知 BA2.75是否会改变整个大流行的发展轨迹 7月9日至7月11日期间 洛杉矶线报告了超过1.8万例新增新冠病例 与此同时 洛杉矶线报告了39人因新冠死亡 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线型最大跨境管道北西医 7月11日将按计划进入为期10天的年度检修期 散停输期 在欧美对俄罗斯施加多轮制裁 且未见放松制裁迹象的情况下 欧洲国家担心 俄罗斯延长北西医检修期 甚至彻底切断这一重要气管 欧洲能源供应短缺 价格高涨的局面或将加剧 据德国电器网络监管机构联邦网络局说 北西医当下输气量仅有设计数量的四成 检修期间将降为零 俄方说 削减松气量源于加拿大政府 没有及时归还德国西门子公司 送修的北西医管道部件 德国能源部和法国财政部呼吁 欧洲的工业和家庭为天然气短缺 做好准备 7月12日 国际汇事方面 欧元对美元汇率盘中跌至1比1的平价水平 创自2002年10月及近20年来新低 对于欧元汇率近期持续下跌的原因 CNBC的报道指出 欧洲各方担忧 俄方有可能会在北西医输气管道维修后 延长天然气断供时间 而此举将会加剧欧洲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 全球央行方面 发达经济体央行大多数都已经进入加息周期 近来市场对美联储在本月继续激进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 并预计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将在明年3月达到3.5%的水平 相较之下 碍于经济衰退和主权债务风险 欧洲央行至今仍未开启加息 令欧元不断承受做空压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